小貨車 後車斗串出大量濃煙 伴隨著火蛇往上串燒 火蛇和濃煙越燒越旺 眼看小貨車快陷入火海 周邊車輛趕緊躲避 消防車輛趕到現場 消防隊進行泡沫滅火 順利將火勢壓制 但車上堆放大批的電器 冰箱 電視螢幕 一瞬間全都燒毀 我就開在路上 然後從中間開始有冒煙 然後路上整個路上都冒煙 你裡面堆什麼東西啊 都是螢幕東西嗎 都是家電 你怎麼突然發現起火的 有煙 有煙就對了 是不是過熱的關係 不知道 我就先下來看了 你發現後面就開始起火了 發現的時候 在看什麼東西的時候 就看到有火了 原來這一輛載滿回收電氣貨車 15號下午準備運往南部拆解 但車輛行進新二路和一二路時 突然無故起火燃燒 好在貨車駕駛即時發現跳下車跑過一劫 至於真正起火原因 任務在警銷進一步調查 記者黃少鳴吉隆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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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